天然唇膏 Hello 大家好 今天影片就跟大家介紹一些市面上買到的天然唇膏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因為其實很多女士每一天都吃很多唇膏落肚 一年365天 最好如果裡面的成分是有害的陷原 甚至是用石油副產品製作 其實久而久之會影響我們的 就是我們身體的抵抗能力 皮膚的抵抗能力 甚至我們的生殖能力都會影響到 今天這六個品牌是哪一種呢 先介紹一下 第一支是Fresh 是Sugar Cherry的品牌 它是一個比較偏紅的顏色的唇膏 第二支是Jane Erida 比較出名一點 它也來自美國 它的所有成份都過了Skin Cancer協會的測試 第三支 比較少有一些 是韓國品牌 我少點介紹韓國的產品 這個就是Vity Vici 它的顏色非常吸引我可以買到它 它的包裝方面都是很漂亮的 然後就是美國來的Tartus 下一支就是Nardus 是來自澳洲的 英國的代表就是Niels Yack 這六支的唇膏都是標榜天然的成份 它們不會用Petroleum 以及沒有Power Benz的成份 就是吃得安全的唇膏 我們就會在它的價錢方面 顏色持久度 還有它的包裝方面 容量方面做一個比較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選擇你喜歡的唇膏 在價錢方面 由於每一支的重量都不同 我們就會計算重量和克數 首先我們說回Jane Erida 她售的270元3.4g Vity Vici 320元3.6g Lardis 270元4g Tartus 130元3g Niels Yack 4.3g Fresh 4.3g 2.210元 在價錢方面 最划算就是Tartus 這支 它130元3g 學生來說 它是一個很便宜的唇膏 它打開的時候 它有陣陣的薄荷味道 你會聞到很大股的薄荷味道 我很喜歡薄荷味道 但是選擇這個唇膏的時間 你要小心一點 就要買一些比較重一點的顏色 因為它真的不容易上色 而且要買一些 譬如這支是Watermelon的顏色 它才會想到 你看到有色 但是譬如你感受到的薄荷味 還有它成分方面 都是 學生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經濟實惠的唇膏 還有它的包裝都很漂亮 對不對 容量最高方面 就是Fresh這支 它有4.3g 就會一支的時間 就會有長時間 一支的時間 還有它的外形 包裝都非常吸引 唯一一個缺陷 我覺得它是唇膏 可以做回一個流線型的形狀 我們上唇膏的時候 會容易一些 沒有那麼容易畫出界了 在營養最高價值方面 我會選擇這個Nardes 其實剛才介紹的六支唇膏 它除了標榜天然 武害之外 它裏面都放了很多不同抗氧化的成分 還有它們會加了很多 是一個Titanium Dioxide 它可以收穫唇部 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但是唯獨是Nardes 它有27種不同的抗氧化成分 還有很多Cold Press的 Organic的底油 它除了可以做防腐功能 還可以令到 可以收穫唇部的肌膏 可以減少唇紋 減少敏感的情況出現 還有營養價值 我看到都非常之高 就是一個可以吃下去的唇膏 在顏色方面 和持久度方面 我會選擇 Vidivici和Nardes的唇膏 Nardes這個唇膏 它是非常之容易上的 而且它是非常之long lasting 只要輕輕力 你已經上到的顏色 和很實色 你不用怕很容易脫 喝完水你都會看到 你的唇膏都是有唇的顏色的 還有這個Nardes的功能都很好 它可以做到胭脂 但如果你喜歡編一些韓國的妝容的話 Vidivici就走不了了 它的粉紅色、橙色 真的很容易上 不過它就沒有那麼long lasting 但它的顏色真的很sharp 大家就看看自己會想化什麼妝容 如果想可愛一點的話 可以選擇Vidivici 如果你想在long lasting方面 和收穫方面 好一點的話 可以選擇Nardes 而在包裝方面 最型和最方便 我就會選擇Vidivici 它有一個鏡子 還有磁石方面 就不怕它那麼容易 你補唇膏或者滑唇膏的時候 只要拿著鏡子補唇膏就可以了 所以我會選Vidivici 是拿著包裝方面 它是最型和最方便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Bye Bye